就在这大摇大摆的希望没人拍一场 所以大家都说这是晚平南路600号分号 就是上海第二军神宾院 平时也会经常到那边来溜达 对对对 喝杯咖啡有太阳嘛晒晒太阳 对吧 那我们就是看看马路上的两个美女 他们做直播的 有几个人他们溜达很多 拍了我以后他们的就是跟那个粉丝 一个晚上有一个小女孩长了 长了一千多 是会经常到这边来做直播吗 对的经常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做了三个月 就为什么会选这边呢 因为这边有潮人啊 还有那些帅哥啊 美女啊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还有妖魔鬼怪也有 妖魔 真的有 真的有 这是一个潮人的根据地理 老爸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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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认识很多年了是吗 对对我们好多年 看我们变化了嘛 所以你就一直是他们的客人是吗 我就住在这里了 好 来走着去啊 爸老师像你们住在这边这么多年 就是安福禄一下子变得这么网红 你们是高兴呢 还是 就是不高兴 不高兴 绝对不高兴 为什么 不然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主人嘛 他们以前是主人嘛 他确实有那种主人的感觉 其实这里的感觉最好的是晚上八九点钟以后 因为这里是就是附近的人啊 就是我们认识那帮养狗的也好 那帮年轻人也好 那帮年纪大的人也可以也有聚在这边 大家聊聊天喝喝咖啡啊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您是哪一年搬到这边的 我是九九 00年搬 00年 啊 22年 嗯 00年那时候 完全两个世界啊 哈哈 完全两个世界 不是 他其实也是见证了上海商业的发展 其实这你回过头来想 繁荣啊 整个上海他这样慢慢起飞 就是就是你整个 当时我们在这里面整个一条路上没有什么商店的 嗯 都有有什么商店一个店员 没有什么商店的 前面有一个麦克拉克斯鞋的那个小老板啊 对不对啊 哈哈哈 安服务第一店自称 还在吗 还在吗 啊就我那个朋友 对对对对 还很小很小的 一个一平方两平方的 吓到你 那个店小到就是 连他自己鞋都放不下 人坐坐不下 他那个小店 那个也就一平方两平方嘛 嗯 就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商业的啊 一点一点起来起 这也就是 什么呢 就是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优优独播剧 绘后面 那是 和带 Counsel 进 свое 这对 encouragement 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阿姨啊 来个介绍李祥来 这是我们安福罗最热心的大姐 李阿姨 微信后果都是Lily 所以叫李阿姨 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些照片都在她的手机上 她的照片我很多的 她的很好的照片都是我爸她拍的 所以我让她把手机里的照片全部放到电脑里去 别哪天手机丢了 我们叫马费 就我们的青春都没有了 李阿姨你也是每天都过来吗 天天来 天天来 她就每天要这里坐一会的 拉米头摸一摸你要发财了 真的 你卖彩票肯定中 上海花拉米就是挣钱 我们是有一个狗群 都是狗妈妈狗爸爸 晚上就是我们群里的朋友 我拍照片上去 谁来了谁来了 然后他们都来了 在这里 都在吹牛喝咖啡都有 这是我们这个附近最帅的一个帅哥 家里都是科学家 小左 他们是有爱情故事的 他们是在这里认识的 然后他们坠入情网 白老师见证了 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我见证了一切 李阿姨也是 李阿姨拍照片 他们爱情的照片都在上 这里还有几位朋友 安福路该溜子之一 我们就是不做班的朋友 就在这生活 所以你们都在那个群里吗 对都在这个群里 李阿姨为首的遛狗群 李阿姨为首的遛狗群 因为遛狗所以大家认识 然后会有一些生活 或者一起开展览 一起吃饭 或者甚至一起工作的机会 其实我挺好奇 你们这种做商业评论的学者 或者研究员 你们怎么去看待安福路这几年的变化 一般都是我问别人 今天刚问了他一遍 我觉得我其实对安福路好奇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 他跟很多我们看到的那种很红的商业区 不太一样 像三里团就是太古里那块 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 他们做了很好的招商啊 运营啊 然后有很好的人气啊 但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东西 像这种群啊 它其实很少会有 大家可以再一起去社交啊 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 就是封控那段时间 然后大家在这条路上都买不到面包 然后Sunflower是在这儿 就是最早的面包店 然后他们的店长去帮我们这边的街坊联系 面包团购 所以我觉得是属于本地商业 因为和这条街有非常强的连接 但是它比较特别的 你看它又不仅仅是本地商业 就是把网红商业和那种小时候那种 林里接方关系混合的特别完美 这个就很难嘛 对 所以你们群主要活动首先就是晚上 以前老天都还会来 后来人多了以后我们就不来 我没有玩 因为还有很多大爷会对着你和你的狗牌 就很狗牌 还有那种穿着那种什么像皇帝一样衣服 就在这大摇大摆的希望没人拍一张 所以大家都说 什么这是晚平南路六百号分号 就是上海第二军生命院 能不能到这儿来起哄 长期观察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观察点 而这个观察点正好是跟本地居民 还有外来的人群 还有商业和生活 它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这种变化 就很具有上海的特色 还有是它整个周边的建筑风貌 它还是保护了一些百年历史建筑 包括一些乌通区 所以它自然会种种文化的叠加 它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大家在这里各去所需 各看各的 各闹各的也挺好的 那就变成 嗨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龙凤拍 爹 是爹爹 是爹爹 哪爹爹呢 爹爹 我买包里 每天带那个牛肉棒 给他们吃的 所以他们都可以动 马里亚妈她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一定要打笔番的话 就是古代的驿站 她就出在一个交通药道上 然后各种干的人 或者在那里去停留和聚集 然后产生交集闲聊 它处在安福路那个位置上 就是它也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 就是无论你比如说你自身 占有多少物质财富 住什么样的房子 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这些标签在这个地方 其他都没有那么重要的